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撤离去检疫中心 大部分人获安排去到竹高湾 检疫21天 有着着防护衣的人员 帮他们量体温和登记资料 居民带着行李排队 登上当局安排的旅游巴 不少都是一家大小 住在这座大厦的一个飞庸 被验出带有变种病毒 他照顾的10个月大婴儿女 也都检疫 据了解存在有400多户 大约1600人 昨晚围风强制检测之后 通宵隔离检疫 住在隔离大厦的居民说担心 其实说真的那句都害怕的 因为你11座和12座是同一个大堂 有时你都走下去都没所避免的 你怎样都会经过的 那个飞庸去过的5个地方 都被纳入强势检测 其中4个都是在东涌 包括富东广场和东会城 当局在附近的富东村外面 设置流动采样站 早上有过100人排队做检测 这里附近都很多公共交通 偶尔间都会经过一下 都很难说是哪里是安全一点的地方 因为可能会有隐性的 那我就自己尽量少一点周围去 那个飞庸去过的富东街市 相反也都要强制检测 相关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六或之前完成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 现在顾问许雪昌说 个案有机会是感染到南非流行的变种病毒 不排除和手中流入社区的变种病毒个案有关 因为那个印度裔男人曾经逗留在社区 估计他因此留下隐形传播链 除了这两宗 许雪昌说早前感染变种病毒的坚尼地道8号外溶 经过基因排序 相信都是属于南非流行的一种 由于他验到有抗体 推断他较大机会属于输入个案 许雪昌说这种病毒传播力强 如果未来14日社区出现广泛爆发 估计确诊个案会几何级上升 届时意味第五波疫情爆发 这个变种病毒起码有两个很常见的基因突变 他说这种变种病毒虽然令科兴和复必泰疫苗中和抗体下降 但仍然有一定效用 又提醒市民和爱荣五一劳动节假期连同星期日两日假期 避免出席大型聚会 出外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和注意搜捕卫生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戴耀廷和陈建文等九个人 就2014年9月占领行动被控防摇等罪成 高等法院上诉停驳回全部人定罪或刑期上诉 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 由筹车押送到高等法院 其余被告包括同为发起人的陈建文 以及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等 也都到庭应讯 九个被告前年被裁定串谋 作出公众防摇等罪罪成 其中戴耀廷等三个发起人被判监16个月 当众朱耀明获判换刑两年 邵家俊和社民联网浩铭判8个月 陈淑庄、钟耀华和李永达就判监8个月 换刑两年 张秀研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 九人就定罪上诉 戴耀廷和黄浩铭也就刑期上诉 全部被驳回 自联会主席李卓人等26人 出席去年维远六四晚会 被控非法集结等罪 其中黄之锋等四个人承认控罪 黄之锋、岑奥辉、袁家慧和梁海晴 在区域法院承认控罪 朱海迪的代表律师说 朱海迪仍然考虑会否认罪 申请无需答辩 法官曾广辞提醒 有机会因而错失扣减刑期的机会 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1日 同其他被告一并处理 26个被告当中 25人被控去年在维远 与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当中罗冠聪和张昆阳 早前缺席聆讯 被法庭发出拘捕令 而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等13个人 被控善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李卓人再被控多一项 举行未经批准集结罪 欧美等多国先后指控新疆有强迫劳动 侵犯少数族裔的自由权利 在外交部记者会 有来自新疆企业的员工出席 表明自己是透过招聘广告认证 工作之后家庭生活有改善 否认当地有强迫劳动 我和我的工友们现在有了收入 有了面子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喜欢的生活 但是一些人他别有用心 不顾事实 污蔑我们有强迫劳动 打压我们的公司 干涉我们的生活 我想问问那些人 我们靠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养活我们自己 补贴家人 这难道有错了吗 欧美早前就新疆问题 分别制裁中国官员和企业 新疆维吾以自治区人民政府 说制裁从短期来看 好像来势洶洶 但长远而言 没有太大的意义 靠制裁打压 是根本阻碍不了企业 或者产业的发展壮大 因为这是市场规律 那么更重要的是 美西方的武力制裁让中国民众 看清了他们假人权 争霸权的面目 必将激发支持新疆受制裁的产业和企业的热情和动力 推动这些产业和企业度过眼前的困难 这次是外交部就涉疆问题 近月举办的第八场记者会 当局和在场的新疆企业 多次邀请外国企业和媒体到新疆了解实际情况 无线烈视驻北京记者 郭永恩报道 港股在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显著回途 美国债息回升 交上内地四大金融部门 约谈多间的科网公司 港股今早低开过百点之后 跌幅随值扩大 半日最多跌478点 多赤科技相关股都挨沽 美团和阿里巴巴半日都跌近3% 腾讯跌1% 中石油上季扭规 股价一度升近6% 中午收市仍然升大约4% 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 上日急升的友邦回吐3% 回控靠稳 看恒生指数 在报移民8785点 最新是跌518点 总成交662亿 恒生科技指数跌190点 做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跌11元 青岛啤酒股份跌3.2 阿里巴巴跌6.4 美团跌10.6 中国平安跌4 共商银行跌1.6 赢富基金跌5.2 比亚迪股份跌8.4 汇丰控股升2.2 又帮保险跌3.4 恒生指数期货5月跌502点 总成交超过8万丈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35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76点 日经平均指数跌239点 美元汇价日元108.86 英镑1.3939 澳元0.7779 欧元1.2117 全体港元汇价 对美元7.7638 汇白日元7.1306 欧元9.4074 英镑10.8212 瑞士法郎8.5392 家园6.3239 澳元6.0395 瀋西兰元5.624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6 伦敦黄金每盎司买卖价 部1768.8 1769.4美元 本港九九金 每两部16350元 天液方面 预测天晨炎热吹微风 1点钟气温是30度 相对湿度61%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与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展外线指数是9 强度属于岑高 新闻报道杨再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